男人悲痛的夺过警察的配枪 毫不犹豫的对准自己的头部 抠动翻击 能让一个人如此绝望的 不是倾家荡产 就是家毁人亡 而他非常不幸 两样都占了 在警局里 两名警察带着同情的表情 记录着他的陈述 身前的男人低着头 泪眼婆娑 坦诚的叙述着事件的经过 男人名叫老李 昨晚他和一众朋友 在家中一直嗨到深夜 妻子因此大为生气 以孩子们在睡觉为由 将朋友们全部打发走 但老李还没尽兴 想要再喝点 家中的酒已经喝光 于是他添加了几根木柴 到壁炉中 准备出门去超市购买更多酒水 或许是因为心神不宁 他居然忘记了放回挡火板 柴火从壁炉中掉了出来 当老李回到家时 房子已经被熊熊烈火淹没 妻子当时下楼救火 幸免于难 但他的孩子们 却被火海吞噬掉了 不久后 消防员从废墟中 缓缓爆出三具 面目全非的小尸体 妻子痛苦流涕 撕心裂肺 直到昏倒 被救护车紧急送往医院 老李说完这些 心中充满了内疚和悔恨 默默等待着自己的审判 然而 警察开口时 却出人意料地安慰他 更令他不解的是 警方还安排车辆送他回家 他无法理解 明明自己犯下了天大的罪行 却得到了如此宽容的对待 于是当一名警察从他身前经过时 就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他突然夺过对方的枪械 毫不犹豫地将枪口指向自己 但由于没开保险 他没能成功自杀 警察们迅速反应过来 紧急制止了他的行动 那场大火之后 妻子和他离了婚 老李静身出户 他离开了家乡曼彻斯特 独自来到了波士顿 一个没有人认识他的地方 如今 老李居住在一间地下室里 负责社区内四栋楼的勤杂所事 多年来 他一直任劳任院地承担着工作 却鲜少得到好评 因为他总是板着一张脸 火像一个行尸走肉 无论是遭遇难缠的大解责骂 还是被美女搭讪 他都一副麻木的表情 可看见两个男人小声议论他 却直接上去大打出手 因为他觉得别人是在嘲笑他 笑他害死了自己的三个孩子 白天的繁忙工作 可以让他暂时忘却痛苦的记忆 然而 每当他下班回到那狭小的出租屋 就要独自面对难熬的夜晚 不知道是因为麻木 还是绝望后的宁静 总之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 直到这一天 老李接到了一个 来自家乡曼彻斯特的电话 得知他的哥哥已经病危 他急忙放下手头的工作 开了很久的车 才赶到当地的医院 但他还是来迟一步 哥哥因为心脏病而离世 看着哥哥冰冷的尸体 他突然回忆起几年前 当哥哥被诊断出患有心脏病时 当时医生告诉他们 患有这种疾病的人 一般只能活5到10年 哥哥却毫不在意的和他开玩笑 之后还带着他和小侄子一起出海钓鱼 笑声不断 快乐无比 谁曾想 这一天竟如此突然的到来 老李平静的离开医院 准备去学校接还不知道此事的侄子 当他到达学校的冰球场时 发现侄子突然向对手撞去 随后两人牛打在一起 教练上前拉开他们 但侄子却当场对教练抱粗口 这种异常行为都是因为他看到了老李 他知道叔叔老李的出现 就意味着爸爸出事了 侄子随后来到医院 只是看了一眼爸爸便转身离开 晚上 侄子的几个朋友来到家里聊天 起初他们还安慰安慰侄子 但话题很快转向了科幻电影 老李给他们叫了披萨 自己却一个人待在别处吃着面包 然后落寞的回到楼上休息 几个小时后 侄子找到老李 询问是否可以让女孩在家里留宿 这个询问让老李感到有些困惑 他并没有什么意见 因为他觉得自己没有权利发表意见 然而更让他感到困惑的事情还在后面 第二天 律师告诉老李 哥哥在遗嘱中指明 让他做侄子的监护人 便将所有遗产转移到了他名下 还专门为他准备了搬家费用 希望他从波士顿搬回曼彻斯特生活 老李不明白 哥哥为什么这么做 他觉得自己根本无法照顾好任何人 遗产中还包括一艘愚蠢 老李想让哥哥生前的好友老乔卸助 将其转卖 因为等到学期结束 他打算带着侄子搬去波士顿 渔船也就没用了 好友老乔表示 侄子周末回来的话可以住他家 老李听完瞬间抓住机会 问老乔是否愿意成为侄子的监护人 然而老乔的孩子已经够多 他无法再多承担一个监护责任 而侄子也不想去波士顿 因为他在这里有他的同学乐队 还有他的两个女朋友 并且也不想卖掉这艘船 因为这是他爸爸留给他唯一的寄托 也不理解为什么叔叔老李 说啥不愿意搬回来 那个没有人认识你的地方 有什么值得留恋的 冬天的土地太硬了 所以哥哥的尸体 只能等到春天才能入土安葬 在这段时间里 他只能把哥哥的尸体 放在冰库里保存 晚上侄子打开冰箱 不小心让里面的冻鸡肉掉了出来 他试图把冻鸡肉放回去 但突然崩溃的情绪让他怎么都无法做到 冰箱门也开始跟他作对 冻鸡肉让他想起了冰库里的爸爸 他开始止不住的痛哭流涕 直到老李听到动静赶来 转天 老李在哥哥的房间里醒来 他望着窗外发呆 海边的曼彻斯特依旧平静 突然 他的拳头挥向窗户 玻璃碎了 他的手也被割伤了 在吃饭时 侄子看着老李受伤的手 他大致明白发生了什么 也意识到难受的并不仅仅是他一个人 晚上 前妻突然打来电话 他听说了哥哥的事情 想要来参加葬礼 询问老李是否介意 老李丝毫没有犹豫就同意了 然而当前妻告诉他 他已经再婚并怀有身孕 老李立刻慌了 马上挂断了电话 看来前妻早已走出阴霾 开启了新的生活 只有他仍然被痛苦所包围 葬礼当天 侄子独当一面 从容地招待着每一位来宾 而老李则一直站在角落 被动地回应着招呼 这时 前妻与他现在的丈夫走了过来 什么也没说 只是上前给了他一个拥抱 老李依旧面无表情 而前妻却泪流不止 葬礼结束后 前妻在路上刚好碰到了老李 他给他看了自己新生的小儿子 老李只好努力装镇定的客套回应 他内心想要逃避 但愧疚的前妻很想与他聊聊 看着曾经与自己同窗共枕的男人 如今憔悴不堪 前妻才真正明白了 这些年来老李经历了多少困难 他瞬间失声痛哭 不停地向老李道歉 原来在火灾发生后 他对老李说了很多过分的话 把所有的错都归咎在老李身上 而作为夫妻 本应该一起面对困难 但他却没有 此刻他只能不停地道歉 试图缓解内心巨大的愧疚感 同时劝老李不要停留在过去 可前妻的这些话 却让老李再次崩溃 情绪崩溃之际 老李终于逃离了 从此水泥风心 不再期待生活的改变 他明白有些痛苦 始终伴随着爱的存在 只有一直痛着 才能证明他对孩子们那浓烈的爱 然而可悲的是 直到此时此刻 他依旧深爱着前妻 来到一家酒馆 他想通过酒精来麻痹自己 喝多后 他与别人发生了冲突 幸好老乔及时赶到救下了他 便将他带回了自己的家 这一刻 老李再也绷不住 放声打哭 回家后 他本想热一些番茄调味酱 但由于迷糊不清的状态 他忘了关火 睡梦中 他突然梦到了两个死去的女儿 女儿们质问他是否看到他们身上的火焰 下一秒 他突然惊醒 发现家里充满了烟雾 赶忙关掉火源 然后再次崩溃 开始反思 自己为何总是这么愚蠢 同时也担心自己的行为会给侄子带来伤害 一番深思后 他驱车来到老乔家 与老乔认真商量关于侄子的监护问题 因为他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无法照顾任何人 希望老乔能够成为侄子的监护人 回到家后 老李告诉侄子 老乔已经同意了 并且哥哥的所有遗产都已经转移到了老乔的名下 因此 侄子可以选择留在曼彻斯特 不需要和老李一起去波士顿了 但这并不是侄子想要的结果 面对侄子的质问 老李不得已露出了男人最脆弱的一面 无论过去多久 老李都无法原谅自己 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和过去和解 转眼间春天来临 泥土变得松软 哥哥的尸体终于安葬入土 离别时刻也即将来临 熟知二人共同出海垂吊 这将是他们最后一次的相聚 出春的海水透露着寒意 他们默默凝望着彼此 无眼地面朝大海 跳望远方 也许悲声无法完全消失 但人们总会继续前行 这就是现实 许多人深陷泥潭中 有人选择沉沦 有人选择逃离 但不管怎样 我们每个人都背负着一身泥泞 继续向前 因为生活还在继续 那些无法遗忘的往事 最终只能交给时间来淡忘 《海边的曼彻斯特》 上映于2016年 电影以真实深入的刻画 和出色的演技引人入胜 以灰蒙蒙的天空 和挨挨白雪覆盖的地面为背景 呈现出了一种平淡而间接的对白 舒缓的配乐透露出一丝伤感 故事中没有救赎和解说的桥段 但其中夹杂的细微阳光告诉我们 虽然有些痛楚无法完全痊愈 但生活仍然会透进光亮 通常极度的悲痛会被麻痹封锁 直到某件小事情将其点破 无休止的悲伤便会涌上心头 这一瞬间的痛苦是无法抵挡的 因此他人的拥抱和慰问 也成了不可或缺的存在 最后愿每个人都有勇气走出阴霾 坚定地面对困难 笑怼艰辛 好了 今天的电影就讲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